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西班牙的悬疑惊悚片《黑暗面》 影片开场 年轻的指挥家胡子哥的女朋友小甜甜突然不辞而别了 小甜甜在视频里说 别给我打电话 也别发感谢 更不要来找我 把我忘了 忘了越干净越好 没有一点点的防备 也没有意思的故意 你就这样的离我而去 剩下的只是回忆了 由于事情发生了太快 这胡子哥明显有点英才 俗话说 借酒交愁愁更愁啊 人世间最悲催的事 莫过于被人踹了还不给你理由 胡子哥是越想越憋屈 时间不大就喝得找不着杯了 不仅如此 这哥们刚走出酒吧就被人胖揍了一顿 而且还是他先动的手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 让胡子哥彻底的懵逼了 酒吧女招待大眼妹对胡子哥是一见钟强了 他一看心上人被揍成这个熊样 便毫不犹豫的把胡子哥拉到了自己家 两人度过了纯洁的一夜之后 胡子哥开着车上班去 大眼妹站在窗前目送着男神 心里暗暗的发誓 一定要拿下这个男人 到了晚上 胡子哥又来到了大眼妹上班的酒吧 俗话说相视一笑莫尼于心 狼有情妹有意 两人很快就开始闷闷蜜了 哎呀 要说胡子哥这伤口愈合的可真快 马上就把小天天跑到酒校拥案 第二天那一早 大眼妹正准备刷牙的时候 突然听到洗脸台下边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胡子哥刚准备出门上班 地方检察院的大突嫖和龙套哥突然不醒自来了 巧的是啊 这龙套哥居然是大眼妹的前男友 大突嫖说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你女朋友小甜甜还没有理解 所以我们得搜查一下你的房 原来这一幢别墅是胡子哥租的 在这住的将近有两个月 大突嫖和龙套哥屋里屋外瞎学过了一遍 可什么也没发现 到了晚上 大眼妹洗澡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加上又突然停了店 把他吓得是花子乱颤 大眼妹的前男友龙套哥说 你跟胡子哥的发展是不是太快了 这孙子的女朋友刚消失就跟你搞在了一起 你不觉得奇怪吗 大眼妹说我觉得很正常啊 龙套哥说我也不买你 现如今小甜甜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孙子现在有很大的嫌疑 大眼妹说嫌疑不见的是有罪啊 你还是洗一睡 接下来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正常 突然深温的洗澡水 地板下神秘的钥匙 别墅里不识传出的奇怪的动静 把大眼妹吓得是心灵肉跳 一不留神就摔得冒着泡 大眼妹说这屋里有鬼啊 可怕我吓尿了 胡子哥说你别开国际玩笑 随后大眼妹把胡子哥拽到了卫生间 胡子哥说什么鬼的事啊 全是封建迷信 转过天 胡子哥接到了检察院打来的电话 说发现了一具女士特向小甜甜 让她过去辨认一下 胡子哥跟着大图瓢和龙套哥过去一看 发现根本就不是她前军友 胡子哥回到家 发现大眼妹的脸色有点不对劲 说出什么事了 大眼妹顾左右而咽她 闪烁其次 一脸的言不由衷 这个时候 影片突然开始闪回小甜甜的故事 胡子哥和小甜甜啊 一直都非常的温暖 为了胡子哥的视野 小甜甜还辞去了工作 陪着胡子哥一起来到了不够大 可好景不长 这胡子哥没过多久 就开始跟拉小提琴的龙套 没下起来 那小甜甜能不来得起 说你呀就犯贱吗 哪天我突然消失了 我看你怎么办 别墅的主人李大妈是个热心的 听了小甜甜的倾诉之后 微微一笑 说男人都是一个熊样 吃着家常菜还垫着送外卖 你如果想知道 他对你是不是真心 可以做一个测试 原来这位李大妈的老公 曾经是一名纳粹的工程师 二战之后 因为担心别人找了散户账 便在别墅里设计了一个密室 这个密室的隔音效果非常的强大 藏在密室里 不仅能透过单向玻璃 观察别墅里的情况 还能听到外边人的对话 李大妈说 你藏在这里边是几天 观察观察胡子哥的反应 如果这孙子痛哭流涕 说明对你是真情实义 如果他很快就跟别的女人没那觅 大说明这孙子就是一花花肠 有奶便是娘的白耳朗 李大妈走了之后 小甜甜开始做测试前的准备工作 他首先给胡子哥录了一段告别的视频 然后把所有物品装上打包 给胡子哥造成一种他已经离开的假象 可芒容出错 当他关上密室的门之后才发现 钥匙掉在了外边 这下小甜甜彻底蒙圈了 他在密室里大呼小叫 可外边的人什么也听不见 刚开始小甜甜还撑得主 可时间一长不行 饿呀 虽然那罐头放了几十年了 可为了保命 也得硬着头皮往下咽 他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胡子哥 难过了一会之后 很快就把大爷们带回了家 对小甜甜来说 这是他人生中最残酷的现场直播 为了尽快从密室里逃睡 小甜甜开始不停的着想 想再来一场销声课的救赎 并且还仔细研究了密室的构造 可那图纸太复杂了 对于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说 根本就看不懂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自救 可这密室犹如铜墙铁鱼 也根本就出不去 幸亏这大爷们已经了 在小甜甜的一而再再而三大案实际上 这大爷们终于发现了密室里的秘密 可当大爷们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 突然又改了主意 他知道一旦把小甜甜放出来 那就等于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为了保住他和胡子哥的爱情 大爷们决定永远保守这个密 把小甜甜困死在密室 转过天 龙套哥给大爷们送来的几张 胡子哥和小提琴手龙套妹优惠的照片 大爷们一看气得是花着乱颤 意识到这孙子不值得自己付出那么多 于是决定把小甜甜给放出来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他进入密室之后 小甜甜突然一酒瓶就把他砸梦圈了 然后迅速关上了密室的门 影片的最后 小甜甜留下药匙和照片 虚晃一道撒子聊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同时爱上一渣男 心里也别那么烦 姐妹应该连起手 一块把他推大餐